大家好 我是文瑞 刚才我做了一个视频 在视频下面有一位朋友留言 他说百度那边有突发事件 让我去看一下 他给了我一个就是搜索的这样的一个句子 让我去搜一搜 我去搜了一下 看到以后这个事情确实是很大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给这个关键的句子是什么呢 叫核酸大跃进降温 大家能听懂吗 然后我去搜索以后 我发现有很多这个文章 就是都一样的文章 就互相转载的 这个文章的全名叫什么呢 叫核酸大跃进降温多地 叫停常态化检测 这意味着什么 别的不说 咱就说内容不看 你就说你光看这题目 你就会产生很多联想 你对中国政治稍微有点理解 你就知道这个题目 它意味着什么 对不对 然后我看到就是百度搜索出来以后 下面有这个凤凰 有这个就是新浪微博 还有搜狐等等 就是很多 还有一些小的网站 都在转载 这个现在还能看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 很快就要被删掉这些文章 反正是刚才 我在做视频之前 我看到还都能看到 那么这个文章 它里面内容 我大致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和内容相比 它这个题目更重要 它里面内容 大致就是说 就是说 合围 合围从昨天开始 就停止这个检测了 它是这个省会城市当中的第一个 然后又说了 其他的这个城市 也陆陆续续 就很多城市也开始停止了 就是这个大跃进要停了 这大跃进这个词汇 一会儿我再解读 然后他又讲说前段时间 就是他最后这么一句话 就是但不到两个月 这个怎么就突然降温了 大致这么个意思 前段时间还是到处都在检测 然后有这检测的亭子 保证说什么15分钟 就可以就是进行检测等等 怎么现在就降温呢 不到这个不到两个月 然后他又他问了一句 他说这背后到底经历了什么 又意味着什么 是吧 大家想一想 咱提到大跃进这个事 就提到大跃进这个事 它有这么几个特征 第一得有一位 伟大光荣正确的英明的领袖 带影号了 给大家知道 然后第二 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领袖 他得做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情 让大家都觉得 这荒谬不能再荒谬这么一件事 然后造成的结果 那就是使整个中国的经济 实在是不行了 老百姓生活极其的困苦 像大跃进期间 中国4000万老百姓 就那么走了 对不对 当然有人说数字更多 咱就这么讲 那么你今天在这个媒体上 百度里面 你公开 对不对 大家转载这样的文章 对吧 提到大跃进 那你啥意思 那让大家怎么想象 首先 就是有一位 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领袖 那就是习近平 对不对 他做了一件非常荒谬的事 就是他那个总方针不动摇 对不对 然后造成这个经济 按李克强的话讲 大盘不稳 大盘一旦脱轨以后 就很难再回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然后这个文章 他就出来了 就给大家这样的一种暗示 他说 就是这两个月的变化 到底经历了什么 又意味着什么 那大家想想 经历什么意味着什么 那就是体制内全都 为习近平可能 这要干不下去了 就给人感觉就是这样 是不是 所以说你这文章 他怎么就能出来呢 为什么就能报道出来呢 他们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是谁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呢 等等这些问题 大家都会问 是吧 就是说 以前我也强调过这一点 你说一个老百姓 他说话 他往东说 但是大家误解他 误解成西了 误解成西边 对不对 你会往东说 你怎么会想到西边 对不对 老百姓可能会觉得很委屈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跟大家讲 媒体 做媒体的人 特别是中国国内那些媒体 他这个文章一出口 他的哪个关键字一出口 对不对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是门请 一清二楚的 对吧 你不要觉得他们 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说他整个这个文章 这个大跃进 他就是让你把习近平 跟毛泽东联系起来 然后让大家讨厌习近平 然后说 这个降文意味着什么 他想引导的 就是让大家想 习近平现在权力不行了 他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 他不可能有别的理解 对吧 你下面说的那些内容 大家可能也不一定很关心 总之 现在大家去百度 再可以看一看 这个文章是不是还存在 就是我觉得好像 都是几个小 就前几个小时 大家在转载的 往后能听了多长时间 我也不清楚 总之这是一件 我觉得挺大的 挺大的一件事 挺大的一件事 现在吧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局面 他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 就刚才我做那个视频 谈到半月谈 这个事情也是 就说高层的权斗 他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就是必须要彻底的否定 习近平的这个总方针才行 你要想救经济 你说就这么习着糊涂的 还不说 对吧 现在是你看这个习近平 这个总方针的 什么清零 好像江文很多 大家都不提了 但是你光不提不行 你必须有个彻底的否定 你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你才能让大家放心 对吧 你比如说吧 我是一个工厂小老板 那我现在开工还是不开工 要我的话 我肯定不开工 在中国 我开工的话 对不对 对吧 你就算李克强过来 你跟我说的太小心 我不开工 没啥呢 那习近平哪天 对吧 又来个总方针不动摇 我刚开工 对不对 刚买了原材料 又刚雇了工人 结果你又总方针不动摇 我这门又关了 那我这损失 谁给我赔啊 对不对 我是地方官也是啊 我地方官 你说就是这东西 对吧 这个不明确 现在 我这边要积极抓经济 那一旦经济这边活跃起来了 那这边疫情又起来的话 那我 那习近平一不高兴 我这乌纱帽不就丢了吗 那他也是 他也是就是左右为难呢 对吧 两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外资也是 大家都往处走 对吧 你李克强说的再漂亮 哎呀 没事 对不对 我们要给你什么政策 那人就不听 你那习近平 对不对 哪天再一不高兴 总方针又不动摇 那我这外企 不又不行了吗 对不对 总之 大家都对中国的经济 所以说就得首先就是李克强 你得站出来能够 不是李克强或者谁 你得彻底否定习近平那一套 大家可能能多少恢复点信心 我觉得那样都不行 那样都不行 那我说 那难道是让习近平自己站出来否定吗 习近平自己否定自己 我这个彻底 我不 大家注意了 我这个总况人错了 我要彻底改 对大家要 这个搞经济 习近平 咱先说他能不能出来说吧 他就算是自己出来说这个事 大家都不行 都恢复不了信息 为啥 你习近平还站在那 你还掌握权力呢 是不是 你今天承认错误了 像毛孟众似的 七千日大会上不承认错误了吗 他后来不是还接着搞各种各样的匪夷所思的这种运动吗 是不是 你习近平你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 大家就紧张 大家就害怕 不知道你明天怎么加速 不知道明天你又搞出什么 什么荒唐的事情来 对吧 这个大约军 那个大约军 没准都出来了 我们就不搞竞技了 所以说他这里面核心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本身 你啥也不用说 你就习近平本身 你在那个位置上 你掌握权力 这个事情本身 已经和中国的经济 彻底对立起来了 你大家设身处地的 站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或者外资企业家 或者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 你看着习近平 在那个位置上 站着呢 天天还在这 对吧 这个就是 说这个说那个的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这个经济怎么办 你心里也敲锅 你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只有他彻底下去 然后李克强 明确的强调 我们要完全否定 这个总方针 我们的这个经济 大家才有可能 就是吃了定心丸 经济才能往前走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所以说包括今天上 我做了那个视频谈的 半月谈那个文章 我觉得这半月谈这文章 它就是开始过线了 它就是有点这个意思 要否定 不仅我们 就是要做到 不提这个事 我们还得否定这个事情 它就开始 有点开始往这过线 这个是让习近平 非常非常紧张的 我觉得这是目前 整体上 如果这体制内那些人 还想搞经济 必须要做的这一环 这个事情 你要不给他整清楚了 很多事情 他就是没有办法明白 对吧 就像在家里过日子似的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事 你不能稀稀 稀了糊涂就那么过去 稀了糊涂过去 下次还出现同样的事情 我教育过女儿也是 你这事你错了 不行 对吧 我要给你相应的惩罚 下次不能再做了 对不对 那是爱不说就过去 他还是那样 然后你一笑 又过去还是那样 你知道吗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对吧 你在企业里面 老板也是 你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 你再这么做 就辞退你 你要不没有这样严厉的态度 他肯定下次还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 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不能再这样模糊下去了 再这样模糊下去 什么都完了 什么都完了 大家什么事都搞不定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一两个月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否定习近平 这总方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如果否定不了 那就说 那就证明习近平权力还很大 到底会怎么样 咱们看 反正这次百度的这个文章 算是一个风向标 好 这集到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